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哥 I'm Yuga 這場呢要來玩堇 那堇一般的出裝都是先攻速鞋 聖劍然後颶風雙刀嘛 可是我這場的出裝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就在想啊 一般的堇都在玩聖劍跟颶風這種攻速暴擊流 可是你們還記得很久以前堇的那個版本 堇強勢的地方就是滾完之後射一槍馬上就跑走 然後再滾完射一槍再跑走 就是單點最大突破 可以這樣形容嗎 反正就是...怎麼說啊 就是射完一槍我就趕快跑走 拉打 對對對拉打拉打喔 那因為我這場遇到伯盾嘛 就是物防很高很硬的一個坦克 所以我就直接上了天叢嘛 就是毫無回合 然後再出個四血弓 再搭配芽芽上我車的時候會有那個盾 那個護盾很厚喔 他現在跳射手跳法師那個盾真的是厚到爆炸 還有那個王者之劍 基本上我是死不了無敵狀態 而且我的魔紋也是帶黃色的盾 所以我瞬間被集火或被人家圍毆的時候 我就有很多反彈的能力 好 那前期芽芽是跟著我的 我覺得蠻舒服的 對面也是射斧雙人線啦 那清著這個兵線呢 看到勇走出來射他一下 結果伯盾在草叢那邊蹲我 魚人在旁邊還有一個納克羅斯 我欣賞完蛋了 我死定了 欸 沒想到齁 我們就加圖倫 支援速度No.1啦 居然來支援 我沒有死掉欸 好險圖倫有幫我稍微牽制喔 真的差一點死掉 現在這個時間點兩分多鐘 我就覺得他們可能會再開魔龍 所以過去 就這麼剛好喔 魔龍把他們暈起來 讓我想到魔龍的尾刀 太太太賺啦 而且我們剛剛隊友還吃了凱撒 我在收了伯盾的人頭 然後芽芽給我一點盾 快跑 這邊一定要跑 差一點被納塔亞打死 回補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那看到這個勇 他沒有位移技能真的很可憐 你看我射他超痛 然後他射我 抓抓牙 然後這個納克 又來抓我了 我本來不會被伯盾頂到 是我自己交瞬移給他頂的齁 伯盾就這樣被收掉了 欸 我跟雅雅兩個人在上路 真的過得蠻好的欸 那這個勇呢 也是被收掉 就隊友這邊沒有來的話 勇也 我一定能殺得到啦 欸 我跟雅雅這兩個人 欸 我跟他是路人喔 我不認識他喔 居然搭配得這麼好欸 納克在塔裡 我射不到 所以我就把上路的塔給拆了 接著我們就去中路看一下 先蹲個點 感覺會有人走過來 伯盾喔 我本來不想打塔喔 看到雅雅開大了 所以我就多點了幾下 中路吃個冰 有找機會的話 我們就趕快把中路塔拆一拆 因為中路的塔拆掉 我們比較好入野 然後這個伯盾又被打殘了 那個勇 我真的覺得他射我沒什麼傷害 我射到超痛 而且我的人頭數我也才102啊 沒有說到拿到特別多顆頭 下路我就不打算下去囉 因為我們隊友那邊打得還不錯 他們是三打三 問題應該不大 那現在很流行伯盾輔助嘛 伯盾最強的地方就是他一技能配閃線 配瞬移的那個開戰能力 所以你要稍微記一下 伯盾什麼時候會有瞬移 就是他用瞬移的那個時間點 加上2分鐘 就是他下一次會有瞬移的時間 這個很重要喔 只要你去記一下 稍微看一下伯盾什麼時候有瞬移 那個時間點就離伯盾遠遠的 離他超遠 他就閃現頂不到你 然後納克羅斯在上路 上路的納克羅斯 我覺得這版本的納克 他遇到很多隻角色都打不贏 納克真的需要被改強啦 他的坦度不足嘛 傷害也不足 唯一優點可能就是很多位技能 可是現在的刺客啊 位技能已經算是很基本的了啦 殺納克我本來要直接上王者 但我後來就是有先出天蟲 然後嗜血弓 最後才出王者 對 沒錯 中路可以點一個塔 這個塔拆掉沒問題 然後就看到上路 嘿小地圖的上路喔 有個勇 這麼出去吃兵線 他死定了 他沒有位移技能 等於說他要慢慢的走回二塔 就在這邊跟他相比 哇太感動啦 這年頭玩勇就真的覺得很嗨 他就是一個移動ATM啦 超嗨的 回頭幫打野吃一下魔龍 那我看到小地圖 他們有人慢慢靠上來 所以吃完這個魔龍啊 因為芽芽在我頭上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往紅去打 現在的我真的覺得 嘿 我射那個納克好痛耶 有 沙爾納克我們再往上路靠 但看到那個火盾老實講我真的會怕 很怕被他頂被他關 那個勇又出來吃兵喔 我們先把兵線收一收 現在的我超痛耶 我發現 我不出那個颶風雙刀 我的傷害反而比較高耶 因為颶風雙刀 他只有攻速跟暴擊率 他沒有加任何的攻擊力 你射人要痛 重點是攻擊力對不對 你暴擊傷害要高 重點是在於你的基礎攻擊力要夠高 我沒有出颶風 我覺得暴擊率也還不錯 這伯頓又一個閃頂 然後把我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又來了一個艾妮 然後把我擊飛之後 再被伯頓頂 再被艾妮踩 哇這太暈了吧 太暈了 我們的芽芽呢 一絲兩命啦 可憐的芽芽被圍毆了 五隻欸 看一下我經濟 贏了對面差不多一千塊 就是我單人贏了對面一千塊喔 那我看到上路那個納克 我就受不了了 看到納克喔 就是把他當成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那個狀態就對了 來了來了 而且我剛才叫瑟銀殺他 就為了殺他 那這個伯頓呢 我是覺得有芽芽的話我太怕他 因為他們的勇還沒飛 就算伯頓頂了我那又如何 除非像剛剛一樣嘛 艾妮上來打我 艾妮太多控制技能了 現在我的裝備呢 已經出到了第四件喔 就是那個嗜血弓出來了 要出王者了 出了王者之後喔 只要敵人血量一過半 我應該是直接秒的 下路看一下有個納塔亞 納塔亞可愛的納塔亞 加入瞬影還是得死 伯頓頂一下 然後芽芽馬上給我解控喔 不然我是會被伯頓包到的 我就換來壓下塔了 我覺得這一場我很少回家 基本上不用回家 芽芽給我的盾真的很多耶 下路塔二塔拆掉了 他們就剩下三座高地 祖卡他這時候才說要認真 看到塔下有個伯頓 重點是還有一個勇 那個勇本來是滿血喔 他直接慘死在塔下 然後這個伯頓呢 他超慘 交的瞬移跑掉了 嗜血弓開起來 艾妮 你就算是艾妮 也打不贏我頭上這隻芽芽 哇好噁心喔 這根本就是車輪戰了吧 他們一隻一隻這樣一直出來 好爽喔 我比較怕被圍毆啦 但這種一隻一隻的 真的玩起來超爽的 真的 這樣玩起來好開心喔 車輪戰的感覺真好 下路那個塔我很想把他點掉 我們去點一下塔 差一刀 這時候納克羅斯出來了 伯頓也出來了 然後納克就這樣死掉了 喔超慘 結果芽芽給我那個盾 太關鍵了吧 在我很慘的時候 我又成功殺掉一隻納塔亞 芽芽你太神了 那個盾感覺有 兩三千的血量吧 因為我有一點吸血量 所以我就打算吃個野怪 血就可以稍微吸回來 而且芽芽給我的盾好多 看到這個伯頓呢 他沒有瞬移 不用怕他 我只怕有瞬移的伯頓 下塔也點掉了 你怎麼覺得這場 怎麼好像好奇 只有我跟芽芽兩個人在玩遊戲 只有我跟他在壓塔 上路有兵 可以點一下塔 那伯頓剛剛瞬移是繳過了 他沒瞬移 但距離還是要拉好 這邊伯頓 喔開了大招 我是直接交瞬移 我很怕我滾的過程被包到 所以就果斷交瞬移了 我這套出裝喔 真的方滾完點得很痛 你看那個有 哇瞬間被打殘耶 滿血到殘血 真的只需要一秒的時間 差一點就把他秒殺了啦 我覺得這場 因為我沒有出颶風 可能鞋子換成韌性血會好一點 就不要再出共術血了 下路終於看到隊友了 好感動 我這場很少看到我的隊友 幾乎都是我跟芽芽兩個人在玩遊戲 阿里這個柴 嗜血弓不急著開 因為我們要開在最關鍵那個時刻 中路有兵 我們趕快中路拆個塔 然後中路拆完塔 那個上路也算是一個死塔 看到這個有 我就整個高潮了 勇太軟沒有位移技能 然後他的瞬間傷害 就瞬間爆發喔 又覺得不夠高 那這邊我有點太狂了 好加在 芽芽給我一個關鍵的護盾 我差一點被納克收掉啊 那這場遊戲呢 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這場把颶風雙刀 換成了其他件有攻擊力的裝備 像是嗜血弓喔 確實我射人的那個傷害 我覺得有變高耶 這場承受傷害42.6% 超誇張的 這中後期好像只有我跟芽芽在玩遊戲吧 可是這場打完 真的打得超級爽 超級開心 有打完真的是 真的有紓壓到的感覺耶 那我是優柯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